ok 那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先由运营小组 进行一个同步 安利在吗 对 这个是 是布鲁斯帮我放进去 太好了 感谢 上周就是 那个和 林可 然后就一起和 叶路那边开了会 本来是打算 参与他们11月份的 以太坊清迈的活动 聊下来之后 就发现他们可能 更倾向于 办成自己的那种 叶路体制的里面的大会 而不是那种我们认为的 以太坊开放性的 以太坊生态的会议 所以可能也不是很符合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想法 然后我们也拉了一个群 然后后期的这个想法就是 可能不会再就是主动的去提 就是要参与这个组办 一起组织这个活动 然后然后当时可以提供一些 就是利所能及的一些这个帮助 就比方说他们要邀请什么嘉宾 或者说要邀请我们去参与或怎么样 就是就是都是可以可以可以办到的 但是如果过多的精力 可能就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些协助了 不过他们他们本身也不是也不是 就特别想希望和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很强度的这样的合作 所以就不强求 然后然后上次办的这个推特 Space的这个内容就是已经整理出来了 然后这周的话就是呃就每个嘉宾 就看完之后修改之后 然后可能就是要发布到这个媒体平台了 然后会先发这个英文版的 然后后面也会同步这个中文版本 然后也会发在媒体上 呃另外一个是呃就是推特 Space这个公共物品的这个话题 就是打算要呃做成一个系列的吗 就是不打算就是做完一次 然后就不做了 呃然后包括这个和和凯文那边 然后沟通也比较多 然后他他他们那边也是很支持 就是愿意参加这个推特Space活动 所以就打算呃就是设计了一下 呃就是打算我们后面就是怎么去继续 推荐这个推特Space活动 呃然后下一个肯定是邀请这个凯文 然后可能接下来的每一场都会以这个单个个人 或者是以这个个人代表的这个呃公共物品的这个项目或组织 然后去邀请 呃然后呃就是这个屏幕上 呃不罗塞打开了 然后就是呃阐述了一下 就对这个活动的一些这个初步的预期的这个方案 然后可能要进行下去的 对 可以再往后面拉对 就是可能会有两个主要的板块吗 一个是针对个人的 一个是针对这个组织的单做是为了公共物品来展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呃上次上周就是提到了两场黑客送的活动吗 一个是韩国的呃一个是新加坡的 然后韩国的话最近是因为他们那里呃出现一些这个呃无差别杀人事件吗 所以感觉这个安全上呃有很大的隐患 然后这个活动又是九月初 所以我我在想就是这个活动还有没有这个继续参加的这个必要性 要从安全角度来看 然后就大家也可以讨论 对 然后最近就是韩国那边反正挺挺恐慌的 就是包括在那边当地的一些呃旅游的人什么的也都是建议就是 尽量不要不要外出 尤其是人多的地方 呃因为他这个无车无差别杀人呃就是有可能会在一些人比较聚集的地方 呃然后包括韩国警方也已经捕捉了大概四十六个这个呃在这个社交平台 然后发布这个所谓的杀人预告的这样一个呃嫌疑人吧 好像安全影响挺大的呃 然后新加坡的这个活动的话呃 这个上次也说了就是他已经提交了一个speaker的申请 然后然后其他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啊 然后黑客搜的话呃上周是提呃是否就是对黑客搜要打什么方向 然后呃就是这周要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吗 或者是讨论的一个结果啊 这样的话会方便后期去申请和组队呃 然后今天发的这个趴落的这个活动呢 是在这个主加路的社群里面看到的 然后那个比较那个就虽然没有去呃 直接参加这个活动作为演讲者呃 但他可能会去那边看一看吧 然后呃那个活动的话就是有几个呃 走在路的一个呃成员 然后都参加了演讲 然后看有没有兴趣吧 因为时间也比较简张 有没有还要办签证啊什么的 嗯所以看大家后面再讨论讨论 基本就是这些 嗯OK我记一下 嗯 可以客送好吧 嗯 OK呃 老人 对我这边上周就是呃 和大家一起做了Yellow的会沟通 然后会有一个很简短的工作会议记录 呃刚安你把一个最终的一个 大概结果和大家同步了 然后大家有想看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对然后就是remix那边的 有了一篇内容输出 然后我们这边就进行了转载 第三个的话就是把zoom全线 呃和金箔交接了一下 对他们因为他们那边有两个比较呃 长期的栏目 然后之后可能会比较方便吧 然后还有一些一系列视频的整理 对我这边大概就这样 嗯好的 呃下面呃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哦没有问题我们继续那下面是a star 呃首先我这边的话呃上周主要跟进了一下p public garden的puc的一个设计跟进展 然后我们最后定的是用那个soul wallet的合约和一部分前端 呃然后我们onboarding了一个 两下道的一个成员已经开始开发了 呃对这周的话预期可以完成这个成品的设计 去调印一下这个前后段代码之类的 然后我也发布了这个呃两下道跟a star的一个正式的合作版 合作合作提案的大家可以呃尤其是a star的成员可以看一下 简单说就是啊 呃就是在呃就是双方的一些合作的大概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怎么样的 比如说asr的一些活动我们可能会在两下道去积极的去宣传 鼓励大家去关注 然后asr的话有一些缺人的bounty task或者是一些呃研究开发力的项目呢 我们可以去拉人呃加入这个项目组去去推动一些进展之类的 然后后面可以去共同发起一些un support project 然后来提升我们的一些影响力 在于这个领域的一些影响力 对 呃OK 然后继继续跟进这个white list的一个松吧 就这周的话我可能会去把一个技术方案做一做一项设计跟确认 然后再从两天到招募一些成员开始执行 呃对大概是这样呃海绵 这有简单说一下就上周是那主要是做 呃还是做这个套利盖定的一些调研 然后研究工作 然后完成了一个初步梳理吧 算是呃包括产品的想法 然后下周就是就是9月份黑客松产品想法也有了一个大概的初行 就后续的话呃主要是由blues这边可能继续推进 然后我可能是一个support的角色 对 然后第二个事就是组织热会 我先来看一下那个黑客松可能不一定适合参加决份那个 当然一会我们再聊吧 他这个是一个in person的一个event 但是最近自然可能还有点问题 嗯 对呃圣洁 哎在呃我我其实对于咖店项目上周没做 没做很多就就就就是但是呃后续可以有固定的时间投入了的 嗯嗯嗯我想问这个概念就是不是基于最早的一个收获里还是最新的 嗯 最新的 对 那其实是同步进展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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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ų老 Leader 因为是可能第4参加 Ende 嗯嗯嗯嗯嗯一般作为这个 在社区里面领工资的或者领CBI的成员的话可能得简单的汇报一下 嗯对然后嗯 我这边的话就是 等一下我这边的话首先我上周是做了一个那个周报 然后然后去做出来 另外的话就是联系上我们这边的Hacker House 嗯对我们的Hacker House现在已经满人或者说已经超人了 现在呃也会有不断的一些人进来 我其实想问这是我们的Public Guide 需不需要派人过来我们的Hacker House来去一起开发 嗯可能不需要或者说不能够 因为我们那个成员是是有工作的 嗯嗯 明白嗯另外的话就是嗯 嗯嗯我我现在还在准备吗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提案 另外就是我们是想给布朗克和A-Style 一个露出的机会 就是看看到时候需要一些什么的支持 嗯 可以的 对等一下是不是还去详细讨论一下那个提案呢 对等我说一下对 啊是现在讨论吗这个提案不是不是那一会儿一会儿 那行吧 那主持人我去说了 你去说了好你说吧 嗯嗯补充几个事 首先第一点就是那个浩浩 参加过多次那个 浩克的 周会 就是周度的这个治理会议 第二个是 浩浩本身被onboarding过 或者说已经onboarding过他算是 属于 浩克的正式成员之一 至少在我这看是这样的 对 然后那个呃就是正式成员不不一定 非得要领这个CBI 哎呦我没有大量的人其实是没有领这个CBI 啊OK 好就是就是我们我们现在在a a-star的社区就是我们也是想为这个a-star社区贡献嘛 然后另外public guidance我也是在跟进 然后就是我我这个月其实还缺一篇就是调研 调研技术的文章其实还没写完就最近还是比较多事情 对啊第三点的话就是对第三点的话 就是这个周会上就是呃简单说一下自己做什么 这个行为叫信息同步不是汇报 信息同步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互相之间交流和讨论 呃就补充这三点就是让我补充完了 嗯好很好呃那学超来同步一下信息 哦我把那个呃呃白名单那个不太会读啊对 d e f r r r 那个那个站点的那个白名单已经爬下来了 然后的话呃接下来还有其他一个页面也准备类似方法去做一下 呃现在也就是这个主要就是把这个做完了 就第1f 的那个那个白名单 嗯嗯 ok 叫个呢叫个代吗呃在的呃那个许招现在个所有的都ok了吗 嗯两个啊不是不是的不是的就只做了那个第1f 哦那个还有一个雷达还是什么是吧对是的还有啊不是雷达不是雷达是另外另外一个叫第1 bank 啊那个 啊还是怎么的啊 行 哦收到嗯嗯嗯嗯的 garden的会议正常参加 嗯我推动的不多 啊抓住弯利斯的这儿因为 近期那个收网友在这个功能也要上线了 所以会讨论时间稍微多了一点 然后下午也在做一些数据和代码 然后这周目标是把上线了 这样Bruce如果用的话 反正直接用就行了 其他的我这也没同步的 好的 行那A4这块就算同步结束了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OK没有问题 我们进行下一个 Pablo应该在会 在讲课或者是不方便参加 他请假了 然后简单 我来讲吧 我来讲那个 我还没开始 正好还有还来 然后对 其实就是我写的这些了 我们现在第一周结束了 来呀 你们还可以中间 中间插吧 需要德国老师吗 可以介绍 不需要 我们有个美国老师 然后 对还挺顺利的 第一周还挺顺利 除了有两个学员待定 还不来一个聚焦 今天还会有一个访客来 然后线上完成了demo评审 下次你们都来 下次不去 哈哈 好 英语共学 那这一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问题 给我们下一个 给我们下一个DK的调研 那个 哈尔德 本周还是说举办了两次 那个同步会议 然后之后呢 然后我们明天下午会 就是把那个 维塔利克那篇文章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 三个人都看完了 然后就是说 把这个文章拿出来 就从头到尾 就是一起捋一下 把这些不明为的点 然后就是说 给他都搞 都搞定 然后之后 中间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也是欢迎 大家都过来去 就有 对DK有幸福 也可以过来听一下 就是随便交流一下 当然 当然还是比较 迎锤来我 就是这个事情 但有幸福 欢迎随之来 然后之后 等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之前是跟着706 他们那个 一起在搞 然后之后 还有说 那个 初代上进行了一些补充 然后是按照这个路子 然后之后接下来 就是在逐步说 突然没声音了 这个大时候 我看看 有没有录像吗 我也比较感兴趣 我在 我在 我刚刚没声音了 是吗 对 突然就没声音了 好的 可能我这边网络不太好 就是明天下午的话 我估计 三点钟 或者四点钟 我们会开始 然后之后的话 欢迎大家就是过来 就是说 反正就是 基于原本 就是最经典的一篇文章 从Zero to Hero 那篇文章 然后我们 我们会 我们会来 就开始 开始 就是说我们 就是一整天 就把这个文章 给他给他梳理掉 这是 这是一个计划 然后 然后之后 等像 我目前的话 就是还是跟着 那些公开课 和一些数学上的知识 来补充 我个人 对于GK的一些了解 然后之后 等第二个的话 就是 再研究一些市面上 相关的一些产品的 一些代课 这是我 上周 主要做的两件事情 浩浩刚才问 有录品吗 肯定会录 肯定会录 但是 但是也 也希望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来随便 张拼 然后对吧 就是 你就来参加一下 也是OK的 反正有兴趣 就来听听 录品也会有的 到时候 我们会把连接 发到群里面 是下午是吧 明天下午三到四点 对 明天下午 就是 开始 开始时间 因为 是准备把一篇文章 就慢慢都捋完 所以说 它会比较久 所以说 你任意时间来都行 我到时候会把连接 发过来 然后 我会提醒一下你 OK 好 会说呢 在吗 对 我的话 上周的话 也主要是在看 把LRB snack 那个东西 你看了一下 然后把他的代码 下载下来 然后编译一下 然后跑了一下 他里边的一些例子 然后 但是他 比较笼统 因为他 整个你可以 从一个 代码 因为他的 已经封装的 还好了 他从 建立 开始 setup 然后到 pro 然后 verify 那个 接口都封装的 非常高 就是 看不出 他里边的细节来 所以后边的话 可以再去 山入的去研究 看一下里边的 圆码 然后再就是话 还在看 关于 我主要是在看 还是看 JK Snack 相关的 然后 之前的话 看过 看完了一系列的 那个 安比实验室的文章 现在的话 上周再看 那个 Vitalik 关于 JK Snack 那个三篇文章 然后 大家看 第一篇 也是 跟大家一块 再看 然后准备一下 明天 就是大家一块去过一遍 再就是参加了一些 我们三个人的各种会议 别都没了 嗯 是的 好 JK 哦 我简单的同步一下 那个 哦 我就把这个VK调研和小微 就一起同步了 就是 首先是这个 就是基础的编程的做训练 然后 进展比较缓慢吧 就是 但是现在基本上这个 就基于数论的这个非对冲密码学 还有 火焰曲线的密码学 好像基本上 感觉高懂 就是 就是现在还是有些个程序 没太调通 还在继续调 因为他那个依赖环境的问题 很很很很棘手 第三个就是 就是跟大家一起 然后再看一遍 就被他立刻的那个文章 就二次方编程的那个 东西 就是 希望有一些个新的进展性的理解吧 目前还没有 就简单说来 有一大半 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吧 但反正有一 反正至少有一半 就反正就一半左右吧 看不太懂 是咋回事 那个小微栏目的话 就是在本周六 然后不是本周四 是本周六 本周六下午四点 然后会做第二期 关于这个 ZK ZARK ZARK 数月底和算法理解的 同一不同的这个 呃研讨会 然后这个申请一下 这个 做运营的同学 Lauren和 啊安理的支持 是好了 嗯 OK 那对ZK这块 还有小微栏目这块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我这边有一个小问题 就这个 非对称加密 团圆取现这个跟ZK的关系是什么 一处 不懂这个 你根本看不懂 ZK OK 或者是你根本不可能看不懂 ZK 或者是你觉得你看懂了 实际上那根本不是 嗯 那那那那你在理解他这个是 比如说是在学习他的算法呢 还是 学习他的 他是什么呢 就我理解 好像是在去看实现是吧 呃一个是 那个 就是我推荐在群里面那本书嘛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两个都那本书里面的内容 就是第一个是过他的数据过程 目前已经相对来讲容易嘛 我已经早就过完了 第二个是说呃 根据那个书里面的引导 就这本书真的很推荐的 给大家再再推荐一遍 叫区块链编程 是侯亮他们翻译的 那个 就是在实超的 然后呃 用用python 然后在在实超的 再再做一遍 就把它实现出来 然后加深理解吧 嗯 在哪个频道 呃 呃 在我们那个微信的大群里边 我再发一遍 对建议他大家是想做 这个 区块链技术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至少是跟那个 mass bitcoin mass ethereum一样 是必读的吧 嗯 ok 好那这一块呢还有其他问题吗 哦 再再再推荐一下这本书啊 就是大家别急了烦 啊就是呃这个哥们儿也是属于 bitcoin core之前的就是早期的之前的 主要的核心的贡献者 就写这本书的 可以 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嗯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 e-rps fun的话 上周主要是在做一些那个 啊 偏日常的工作 包括一些newsletter呀 周会 然后以及介绍的文章写了一 大概一半 啊 然后这周的话可能就是去 去完成那个介绍性的文章 然后再进行一些宣传 呃其他的话也还是一些routine的work 就是投入不是特别大 主要是那个 啊运营在那个跳 编辑再再去做一些这个常规的工作 对 嗯这一块再有什么问题吗 OK 没有我们进入下一个这个remix cc 电击清 啊 介绍一下 我在我在 行 那那我同步一下 呃 这边这个 这里主体部分是 是关于周会时间的讨论 本来是打算我们昨天周会讨论一下 但是很尴尬的事 呃我等了十分钟还是没人来 所以所以这个关于周会时间讨论的议题 我我我我要推到呃呃这这周这周这周末的周会上去讨论了 然后我我这里就同步一下我我我这边上周的一个进展 主持人帮我往下翻一下 我往往下翻我个人的那部分在对在下面评论区里面 呃 一个是以以中文镜像站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下我们是谁 然后为什么为什么要做镜像站国内还有哪些镜像站 然后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然后还提了一下呃普朗克和GCC对我们的支持 对这个是我发在那个头条上的 啊 呃然后微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也发了 对我们现在是两个平台一个是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金的头条 对我我我现在发视频和发这个文章都都都都在这两两个平台都发的 然后还有还有还有一个是呃翻译了呃remix官方youtube上的一个呃 视频教程啊给给他加了中文字幕啊 对就这里我就贴了头条那个微微信的你如果这里 打开的话是打不开的所以说我只能贴头条啊 呃呃員呃儿然后我还顺便写了一个文档就是呃呃呃描述怎么去嗯做这个视频教程的翻译 就用什么工具 然后每一步怎么去做的 然后这个任务的话 就是我们以后会 应该会开放出去 就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参与 因为我感觉参与门槛也比较低的 然后还有就是和Remix官方同步了 我们近期的一个进展 然后还和官方讨论 并且确定了一个 就是那个IDE的使用文档的固件流程 他们之前那个固件流程 一直是有问题的 然后就我给了一些建议 然后跟那个Rob讨论了一下 这个固件流程 然后他们在 他们那个文档是在 那个Read the Docs上 有一个网站叫Read the Docs 然后在这上面 他们也是就有一些构件的问题 有两个问题 然后我也帮忙debug了一下 然后在这里 是我debug的一个结果 包括处理方案 我也都写在那个帖子里面 然后这是第三点 然后第四点的话 就是我写了一个 对写了一个提案 然后像普朗克社区推广 Remix CC目前的一个项目管理方案 就是就是把那个用github来整理 记录社区产生的所有信息 所以我写了这样一个提案 一会我们务须讨论环节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我这边就这些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好 有在这 OK 好 那Remix City这块 大家有什么一般吗 OK 没有的话 我们进入四海社区 额林可 啊好 那个我是按照那个上周周会的时候填写的本周干的事 这个 逻辑写的 然后打勾 绿勾就代表完成了 然后叉就代表还没做 圆就代表正在做 对 然后那个驾照考完了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周报 我就推动一下把那个会议的模板结构改了 然后大家填写的方式 便一便 就我们可以直接去产生那个 类似于可输出的这种周报 对 然后706我还没去 我可能我跟他们联系上了 可能本周本周肯定是是会去他们那儿去看一下的 但目前好像没有负责人 负责人 负责人都一个在山海屋一个去闭关了 我对他们情形还没太搞清楚 这周再和他们连接一下 对 然后那个Yellow Yellow 目前ETH清脉活动 刚才前面 安妮同不过了 对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Forces Notion的一个协作库 这件事情 我在进行过程中 然后昨天和例子就是大理家的负责做Notion这块技术的同学 还有智力的一个朋友 跟他联系了 有可能会让他来跟我协助一下 一块去把框架给继续搭完 然后还有一个是议题开坑对吧 然后这件事也打算跟例子一块去做一做 就找人线上协助 然后我自己也在还是继续在做 然后木青脉参与方案这个事情我还没开始做 就是木青脉 但是我私下和他们组织者 就是谷猫 有和他们进行一个初步就是跟他连接了一下 然后又说我们愿意参与 但是具体怎么参与 我觉得还要继续跟他们去讨论 然后跨社区公共建设基金提案进一步细化协作 老胡报名了 对我们这周还是继续一块去做 这忘记退一杯 然后社区和酒店物业需求对接流程 在Notion上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 然后但是先下午和我们的酒店物业这一块 就是在教他用电脑怎么跟我们协作 对这就是比较先下的事情了 就给他配了一台电脑 然后跟他一块去协作 但是还没教会他 以及一些软件还没给他装好搞定 但是需求对接 反正就现在可以通过我来进行 然后还有一个是辅助web参与工学在地需求 对吧 具体就不说了 反正不注意一下 对还有一个互动大屏 这个也没做 我在想这个事情我是不是不着急 我可能暂时不搞这件事了 互动大屏就是指把一些信息展示什么的 放在我们的公共的屏幕上展示 但是现在还是我们基本上是巡回播出一些 either叫什么devcom或者之类的视频 在屏幕上轮回播 对 然后试图onboarding例子 这件事正在进行 然后这一周的话下面的一些事情是我列的这一周的 然后包括上面没做好的这周继续 然后还有706正好应该是这一周会准备进行一个启动 然后有和他们联系就是说可不可以四海一起做一个联合启动 具体形式我还不知道 但是应该会去推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 对就刚才说过了和lizy爆管车 然后跨社区公共建设基金的这个提案进一步 进一步去推进 再有就是Lori Lay之前我们的event 在青霸局的event的时候就已经见过她 她最近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她的一些想法 对 然后我再继续和她联系 准备让她过来跟我们试试看能不能一块做 试试看能不能onboarding适不适合 然后还有就是我准备看看能不能梳理一篇文章出来 就是去招募建设者 我发现我们好像还没有这种文章来招募建设者 就没写过 对插着一个东西 然后就是这周可能有个到斯大的到Asia的会是吧 我知道就是我还是提那个议题 就Forces可能会这个模式可能会成为一个讨论议题 但我不太确定 如果是的话我就要准备一下 然后还有正在梳理 我今天正在梳理一些关于Forces的一些可能偏战略 把战略和战术分开来看的一些推进思路 我把我正在写这个东西可能写好时候会先下和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觉得合适 OK 然后我目前就是这些 嗯 谢谢内容量挺多的 对 OK 呃这个 来吗 哈喽哈喽我在 呃 过去一直在visa round小里不是很高 然后上周是去拜访了Akia的正好在在京港在东京的附近 然后呃初步达成一个开放性的合作意向 因为大家都比较早期嘛 就可能也没有太多可以呃实际操作起来的东西 嗯 然后是但他们他们用一个呃一个驻流计划来启动了他们的这个具体的行动 嗯 招募了一些建设者到他们的空间去 然后这个形式看起来是蛮合适的 然后我们会根据会参考他们的驻流计划做一个四海的驻流计划 嗯这周呃第一个办法肯定要拿出来 然后这个驻流计划是开放给所有建设者申请的目标之一是针对三一朝NFT系统的局限性开放更灵活的参与社区的窗口 呃然后是约了约了加入卡片道City呃Category的一个会议这个是其实是明天晚上了 嗯然后申请了East Singapore的speaker也在等待结果 然后就这个林可说在说的这这个写的东西跟跟这可能也有也有也有相似性吧 跟我在写的这个那我们先按照个人的视角先把它写出来 对我我可能是有目的性一些的就是我试试看能不能写一篇帮助我们去找onboarding的对象的这样的人就是不是去介绍四海我可能有目的性一些 对嗯我这个是可能是更加的那个那个更更更全局性一些可能没有没有这个具体一个事情的一个这样的目标 ok说完了那你这个可以放到林可的上面是 没没事这个我们那个我我和林可在一些商吧具体的啊主要是现在在地的人真的比就是 就是确实比较少所以我们可能就就有些活就比较分开来干了就是 既不是线上也不是线下写作就线下基本就我跟老夫最近 ok 好呃又可呢又可也有是吧 有两个事就是三个事就是加密思潮还有小微的线下就是现在还在做就是还是跟 林可还有这个申请然后协助嘛哈哈哈我前卖那边的协助啊 但没有也没关系啊得做做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新的事的话就是 呃加密思潮呃public free spirit目前正在其实就我只要在撰写这个货币的非国家 他造进现实这个名字是站定的这篇论文 呃也是上午刚刚跟那个刚哥就是北北航的博导 呃都通完然后他是觉得 呃再改改反正就是就反正我们准备那个英文版发在剑桥经济学杂志 因为刚好他是那个评审的委员嘛 那个但可能周期会比较长 就是大半年一年或者甚至 呃两年都有可能就是 就是这么个事 然后 而名义的话就是我大概想的就是普朗克的研究组还有四海的加密思潮栏目 大概就是就这么个事啊 这边说一下就是他这个杂志 就是还挺名声还挺还还挺可以的啊说完了 嗯呃第二个跟四海的关系是什么 啊是指是指那个加密思潮和小微信下吗 就是那个 第二个是指他是一个栏目啊加密思潮是一个公共栏目啊 嗯 栏目本身他就是包括 这个搞公共活动啊 嗯 或是之前搞多多的是公共活动了 就是嗯 那个就这篇文章的话其实我跟一想也聊过就是嗯 那当时没有把它没有准备把它写成那个专业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就是哈利克的他的货币非国家化的他的理论 然后跟现实的这个区块链世界的他的实际的呃就是去中一化的发币 呃流通处组织结算 然后进行这个 比照 刚哥这么熟悉啊那对你可以点开看一下他是03年去剑桥那边 作为那个访问学者学的那个经济学 你你认识吗 那个 那个老胡 啊 anyway ok 哎我两年这种周期会不会太长啊你想发顶看的话周期两年就已经是很友好了 哈哈哈 哎我想问我没有 就 呃周末有没有感兴趣来七零六深圳分享一下这些加密思潮的一些研究报告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呃 啊 结论 我可以啊可以啊但是这篇论文因为现在是要发表吗这篇论文是不能分享的 但是相关的东西就是是可以分享的 因为我开始我这个论文本来是 是今年的三四月份开始准备的嘛本来是说就是内部讨论讨论就算了就只不过是前段时间嘛然后 呃刚哥那边就他想招那个博士嘛就跟我聊然后就说我在写东西然后他就看了看 然后今天又提了一些意见然后让我改一改 反正就是呃就是这个 就是 就听他的意见是是可能是可以往那边投稿吧至少 就是再加上他是那个 评委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发表之前是是不能讲的 呃但是其他的就是跟那个加密思潮我列的那些个主题相关的 比如说奥派啊密码朋克啊 呃开源治理啊然后 就就我可以发一下 就这些主题我都可以讲 呃对就是呃就是我们呃就是我之前提案里面就是想给uncommerce或者普朗克有一部分的露出机会 所以说我我希望是我们的这边hackerhouse有一些预热然后主要是针对一些社区的开发者还有一些深圳本地的呃一些人 然后所以的话呃我是呃呃邀请你然后周末的时候然后远程给我们分享一下加密思潮这些 呃当然可以啊就是总之呃我就发在我们那个大群啊 那个就这些题目我都能讲对 因为基本上都看过一遍 好的好的 嗯因为你比如说你那个稿的跟公共物品有关嘛那公共物品相关的这些 就是我只要是列出来的我都能讲 啊公共物品是良心稿稿他这个是AA的A相关的 但其实也是有相关性的嘛 我觉得就是呃这些公共物品应该是让更加多人知道这一个公共物品的概念 然后他为什么加密可以去做这种公共物品的话 就需要更加多人的知道 所以说呃就是联合706深圳 然后发起一个周末的分享活动就 我觉得挺适合的 嗯 明白 ok 还有就是回答直接回答那个他的问题就是就是 就是布鲁斯的问题就是 就是这篇论文本身就是属于 加密斯潮栏目里面的 就一项工作 对 只不过是 之前是想着是内部交流一下就完了 现在的意思是说 反正他觉得能发嘛 那就看看能不能发嘛 说完了 嗯 ok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地点发生在四海社区 就实际探讨什么的在四海社区 对吧 不是就是我是自认为是属于 还是普朗克研究组的 就现在已经被暂停了嘛 所以名义我那个写了嘛 就是普朗克研究组和四海加密斯潮 他比克斯坚 两个都有关系 ok anyway 呃那这一块 对四海这个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大家 老胡说什么 专业水平不错 我我我澄清一下啊 这个不是专业水平不错 只是我跟刚哥个人关系很好 然后他他这个 他觉得还可以 就是这这个应该 就是关系专业水平错不错 看是能不能发表吧 能发表了才能说 专业水平不错吗 对就是其实是刷脸 因为他他一直挺喜欢我 就是他想让我过去给他读博士嘛 就是其实是这么多东西 这个专业水平错不错啊 还得看那个 那我到到到最后能不能发表 好 优秀 然后然后就是我我认为就是加密斯潮和小V对四海 在四海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栏目 他理应就是应该比较高优先级的我们做公共栏目嘛 对吧 当然就是这个事情怎么搞 我们具体要讨论一下就是 形式上 以及就是我们现在人力有限 对 如果有人力这个栏目是高优的 我个人认为他本身就是应该是高优的 对 我其实现在没有人 所以我就放在onboarding上了 就是我先得找人来干这些事 是 我刚才其实突然想到了一个点 既然是这个同步进展了 那我觉得也也在这个公共的这个会议上 那我后面可能会 可以追追问一个问题 或者说其他后面的主持人可以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 比如说目前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卡住的 或者需要帮忙解决的 那比如说四海 就是林可 你觉得目前四海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需要大家 想办法解决 或者说非常难的 或者说卡住的一些地方 就没有 建设者不足呀 哎你召唤你了 快来吧 我们人手不太足 这是在地的 就是能持续帮大家做服务 还有想这些问题 包括具体去实施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可能 因为有时候涉及到一些外出这些东西 我可能就很多地方我都没时间去 就是去的话也得花时间 就去到某个地方去跟他们社区去 大概去了解一下什么的 就是就分身乏术 对 然后 可能 需要更多人在地可以一块来吧 推一推吧 对主要可能还是资源 好 就是主要就是在在地 就是 去干活 然后 对 我们组织公共栏目或者组织讨论 他得都得准备知识 然后得组织 就是得策划活动得去联系人 这些很多东西去需要人去做 对 线下总裁班 把想法 ok 行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 EAS EAS 林可带来同备家 我 那个 呃 就是 EAS的话 那个大家可以看那个链接 对 然后 里面记的东西比较混乱 因为周一的时候跟彪哥开了个会去 脑包了一下这个产品形态 之后就没时间去把它梳理出来 我可能今天我等会就接着去干这个事 就是讨论了一种类似于线下握手的真人 真人认证 就是叫什么人格认证 嗯是不是GES可以做这件事 以及是关于我们互相交叉认证了很多数据之后 怎么去做一个女无分的 打分 就是这两个东西 然后 对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想法 然后具体的东西 我可能把写写写全户了 然后再和大家 可能拉个小会再跟大家询问询问想法 这样子 对 然后整体的话还没有具体的推进 对 但是这个会议视频可以看一下录的比较短 只录了后半部分 嗯 好的 咱们一过来一过来 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大家可以贡献点idea或者什么东西 我加了一些硬件相关的东西 嗯当然也一起一起聊的对 嗯 好 下面会有 有一些进入方案 反正 我也感兴趣吧 还会准备一下一起 嗯 嗯 那这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呃 就对到时候要不我我们和那个麦克可汉一块 就看一看是不是 有兴趣可以一块搞 这样子对 但是这些有方案来说 对对可以先有方案 然后到时候发给他们看一下 那么提提想法什么的 嗯 然后那这一块你们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 觉得比较难解决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吗 嗯 我好像我之前我之前到听过类似的那种线下解决的就是说拿手机拿手机来做的 然后 如果下周有空然后你们还有什么一些讨论的话我可以参与就是可以叫一下我然后 呃提供一点小思路或者说 对 就是这种 嗯嗯 好 对应该 你也这么懂 嗯 那我感觉就是这这你们需要再再再继续讨论深化一下或者说吸取一些外部的反馈建议 对然后另外这个呃对这个讨讨讨讨论 你想一下 因为因为最近你你其实我跟不就是也早上开战会吗其实也有很多也有一些讨论产品想法的讨论 我不知道怎么去能把这些讨论叠加来一起或者说是结合起来 对,嗯,嗯,嗯,对, 你可以,可以,可以 add 一下后怎么样,反正,对,哦。 对,是有个问题吗? 嗯,道斯大,道斯大,其实有明显问题,没人干活是吧? 呃,就,对,这一块道斯大, 我,我确实几乎没怎么花太多的时间在那个主线上, 我们之前的主线其实是在那个,呃, 就是,就是,Nons的那个,呃,叫end point,是吧, 就是做Nons的这个end point, 然后,呃,我其实可能觉得,就是让我继续往下做, 我不知道该咋弄了,就是,然后正好其他事多, 我就把这一块给暂时先放下了, 就是,Nons的end point,已经基本上做好了, 然后提案也发给他们了,呃, 呃,然后可能在Nons的那个论坛上也, 也提过这个,这个事儿,但是就是, 就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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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个开发的事儿, 是可能是跟他们人员去进行沟通联系的事儿, 然后,对,我就没在这个上面花太多心思, 然后看看那个,但Nons那个也确实做了一半嘛, 对吧,还剩下一小点,就可以继续做一做的,呃, 就看,然后以及那个提案如何再去进行优化, 然后最好在Nons里面有比较认识的, 他们的核心里面的这个人, 然后认识他们,和他们去提这个事儿去推进, 就我感觉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擅长, 如果需要帮顾的话,嗯,就是,呃, 我只能接受这个部分,或者比较擅长干这个事儿。 嗯,OK,我我感觉,我感觉其实你的变形的事情已经超出两个, 起码超出两个了,就是,呃,还有交割啊,这是, 所以我觉得Dowstar的话,我我建议可以大家再评估一下它的一个重要性或者地位, 就如果没有经历或者投入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收本或者是一种就是, 就不不减少不不懂投入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嗯,OK,这个, 这个先这样吧,就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嗯,嗯,嗯,我看那个那个良心道和你们和那个Dowstar那边好像还领了挺多,挺多的issue的,对吧,是有足够的对, 精力来推进这个,我觉得我觉得那个, 嗯,对,就是Dowstar,包括这种这种很好的一些事儿,但是没有精力推的事儿,其实后续在那个务续讨论环节,我觉得都有一些, 方案去去搞啊,就是对对对,等会儿,我可以那个,在这有些,有些还我觉得还不错的话,当时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嗯,对,对,到这边是,是在深化,深化合作吧,就是, 是加强了一些合作 其实主要是他们 主要他们每个每次周会都在场 就是能聊一聊 知道什么最近动态啊 其实就是在他们也就是 投入挺多的 因为他们经常 有人经常不去吗 OK 我们下一个是 我 对 我的话主要是因为上周和上任 都在生病打吊水嘛 然后就是那个没有时间来进行组织 然后我想一想啊 然后然后就刚才也听 听到了就是说各位比如像说之前 不是就林可和焦哥在EAS上面有想法 然后就还有比像说刚才海绵也提到了 也也提到了 就是比如像说上午和你 就是说进行一些产品的交流 那么我想我看看 本周周五吧 本周周五可能会说找各位就是说 那个说闲聊一下 看看有没有谁想来参加下期的PET 啊 然后就是说那个给他重新组织起来 就是我们来输出一些产品上的思考 或者说像一些共同上的思考 啊 然后就是啊 对 就是本周周五的话可能会 啊不是本周 就是本周周五吧 就是本周周五会找各位去聊一下 啊 然后 其他的话就没什么 其他话暂时没什么 对 嗯 OK 嗯 对这个的定位 呃后面后来跟 我觉得好像机会的时候 安利讨论过是吧 这个后来 呃是的 呃定位其实是比如像因为上 呃上周 呃上上周 上上周是呃在安利的协助下出了一篇文档 然后呃也不是出了一篇文档 出了一篇纪要 而纪要的话其实就是说 比如像说是以技术周报的形式 然后比如像说分享了 我们对这些技术有哪些认知 比如像是上次分享的 其实就是public guardian public guardian的话 那么就介绍一下啊 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那么gadian是什么 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那么传统的gadian有什么 优劣势 然后就是说根据这个录屏的时间 和那个内容 然后做了一期文章整理 然后之后说整理的话 是以这种技术周报的形式 然后之后附加到我们啊 就是输出到我们这个呃 bunk的公众号和mirror上 啊 对所以说 所以说刚刚听到 就是说那个大家在讨论 那个eas的那个线下认证和那个 就是说说产品 所以我觉得忽然这这两个分享 其实也很适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提琴说的 那个啊 git hub的那个 git hub就是事物管理的这个事情 啊 就是其实其实都是都是 就是在在我脑子里面 现在候选候选的方案嘛 但是因为就是昨天刚点完啊 昨天是把所有的点滴刚点完 然后也就是如果今天找人聊 然后明天就直接做分享 这样也也不太好 其实总有一种把事情都甩出去的感觉 所以就下周吧 下下周下周进行 然后这周五找各位讨论一下 周五或者周四吧 啊 最晚周五啊 早一点话周四 啊 各位聊一下就是那个下期的内容啊 订一下嘉宾 好的 嗯 行那上面是一些具体项目 呃 这个块有带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PET 没有的话就是主力人 最后的这个务实的主力人的这个地方 下面 行行行 好好好 对上周的话 比较 呃 一个重大事情 就是一个收入发放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经过机会之后改了一些 预算 还有那个收的一些 发放的方式啊 就 周末的话是跟闪电他们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还有交个 帕布罗一起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是在啊 树里代 就之前 树里过程中会遇到 一些问题吗 所以就去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 然后 呃 目前感觉是 就是就是就是 呃 这个带克的逻辑 我感觉是 呃 稍稍微更清晰的一些吧 只能说更清晰的一些 然后本周的话会有一个版本 包括上 包括这周的话我会 主要的精力就在这个带克上面 然后 之前还有一些 帕布里盖里的工作吗 这周会主要在带克上面 然后第三个就是生意激利的一个探讨 就从上次机会之后的一个 呃 就上次周会 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然后跟林可做了一些一些探讨吧 因为其实 呃 这个跟 我们对外融资系列有关系 一方面是我们在带克上的一个 呃 露出和展示 就成员的在带克上露出和展示 这个是需要又通过一个 呃 就是通过 他其实需要做一些 呃 title上 就听一下一些title 或者听一下一些tag 啊 这都跟程序基地相关 所以说就做了一些 这方面的思考讨论啊 主要是这件事情 嗯 OK 呃 可能这个带克现在有大纲或者说草稿 这个还是说这个 有有有有草稿 就是不过这个草稿我觉得不太适合 现在发出来的原因是 他并不是一个 呃 特别 完整的版本 就他是我处于我自己的一个草稿版本 对 我是 需要跟那个温柔 就是去做一些 呃 就是去跟他去做一些沟通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 就是就像蓝天道一样的一个版本吧 对 嗯 请 帕布洛是不是在上课了 还方便吗 通话便的话就是阿布洛说他已经上课去了 嗯 啊好 那就是收集社区对呃 内部啊 呃一个 突破反馈 本周推进田是我们要投资这个东西吗 这个这个 呃 一个 还在 就是有倾向 有这个有这个倾向 有有有投资的倾向啊 就是还有一些信息暂时没有获取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对 就是就是有些信息没有确定性的获取到 但是有一些概率性的获取 就是有些推测吧 有些猜测啊 对还需要后期再沟通一下 呃感觉好像没有代码呀 嗯 这核心 我重新一些信息吧 嗯 嗯 嗯 上周是我忘了是周二还是周五 然后当时那个 金博 我们简单讨论了一下 就他这个东西 其实简单理解 他就是一个技术战的聚合 就是呃 主要是这个人很好 就是简单的 我因为算是所谓以太坊核心圈的人吗 这个呃 东西的话也蛮有 现在讨论啊 现在讨论也也行啊 呃对就是务实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那朱利人我先把这个 核头再收起吧 核头再收起吧 啊 这个等着朱利人 行政提案的时候 嗯啊 就这这个首先这一块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对对对 啊没有问题的话 不是那主持人 我还接着说吗 还是怎么着 我放到下面去了 是不是我们在下面聊了 无需的环节还是 对我接着 环节简单聊一聊 就是我们就专题性的聊聊这个东西 对对对 那就这样吧 就是那巫师的环节我们就结束了 呃 那么下面我进入这个无需的环节 首先新人介绍 我看了一圈 呃应该没有新人 在刚刚那个 超越 徐超 徐超 可能是新人 但是好像跑了 那个 那么就跳过 然后论坛的讨论 就是关于浩浩的一个 七天六的这个不让词的事情 呃目前大概是有四票 然后赞四票赞同票 呃那这一个提案啊 我们要怎么走的 就是还没 是我们就介绍一下 然后再再去投票 对 就简单介绍一下 你看浩浩能不能花个两分钟时间 把这个提案简单说 我可以介绍一下 然后可以打开一下这个notion 就 我们这个 这次hackerhouse 其实我们是联合了几大社区 然后 深圳706 因为我们深圳 本身有一个定点 是现任长数字有名空间 然后也是我最近在主力这个空间 然后这边的 呃 本身 他的那个 呃 就是他的基础设施是 是挺全的 也是挺适合去做分享 或者说一起开发的 像上周我跟 我跟几个呃 技术大神也是在这里 然后一起开发 然后目前的话 呃 rebase其实已经开始了 然后下半个月 其实是我们 呃 深圳这边 然后还有成都的starnet 然后还有下个月 是大理的那个两行道 也是 也是一起去做分享 然后呃 关于我 我的话 主要是呃 我跟秋秋两个在负责 然后去宣传 目前秋秋他本身也是 上海屋那边 然后去了 然后我是呃 a china的一个呃 之前是我 有一个微信群 就a生态呃 就是讨论的一个微信群 现在里面也是有挺多a的项目方 然后呃我也是a star的核心成员 目前目前呃也希望大家多多在群里面 然后一起去呃贡献或者说一起去讨论技术问题 呃呃目前我们现场空间其实我们是呃我们呃就从6月份运营到现在的话 我们其实做了呃呃几次web3和啊AI的活动 其实也是呃在各大社区里面有一定影响力的呃 其实呃我们也挺适合呃一起办公 然后继续往下看一看 呃我们主要讲一讲我们的一些呃我们的这次的主题吧 就主题的话我们我们现在我们招的人数现在已经是有15号人呃以上了 然后就来的话其实基本上已经住满不知道呃 如果说还有新的项目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挺欢迎 但是我们我们可能是会呃呃 我们可能会就是分配一些别的只能是一些开发者 然后在附近住 如果说出去住的话 可能也也也就可能需要自己去呃 比如一些投资机构过来也只能是在周边住了 呃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的项目呃主要有几个 一个是呃一个布鲁斯朋友 然后他做了一个AA加RW的项目 也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做AA加游戏的项目 呃就目前我们其实 就是呃还有一个AA加AIGC的一个项目 然后呃是另外一个钱包的一个技术开发 然后我们目前还在无论的去找新的开发者进来 嗯啊还有我们的呃 我们的那个就是哎 上面一点上面一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计划的话 其实我们是从啊18到28号 然后一共10天 然后呃10天的话是我们呃全程一起入住 然后基本上是封闭开发 啊那我们提前我们本来想的是这周我们在良心道分享 但但我们呃还要挪到啊这周周五了 然后其实我还想联系一下Penrico就是4307的创始人 看看他愿不愿意一起来分享一下他 就是现在他对AA的一些看法 然后另外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下周的话如果有分享的话 也是预热就我们到时候呃干活时间我们可能就只有在地分享了 就没有没有线上分享了嗯就18号我们是签到 然后19号19号我们就呃开始脑爆 开始开户开始项目启动这样子 然后基本20到2027号这样子我们就我们基本上是在coding的状态 然后还有呃包含一些就是呃平时运动啊 但但基本上都是我们coding的状态 然后一直到27号28号其实是我们demo day 然后嗯基本上就是这个流程然后呃呃其实也是呃呃呃呃我们呃这次 然后在啊啊哈客号是在深圳举办了一些大型活动来希望大家能呃就是能支持一下就这样 嗯对对这个不然咱们把那个录音关一下好吧 嗯 对咱们把那个录音关一下 recording 啊同时